将近100天以来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 每天都很紧张 因为好像每一次有事情好像又比较缓和一点 那突然就会有一两件事情出来 中共肺炎从1月底爆发至今将满百日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徐仲谈心路历程 他说每天绷紧神经最担忧突发状况发生 最担忧点就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个突发的情况 医疗的量人也好或是相关的这些检验 还有检疫所我们都不敢把它用到足 这些量人都要来准备说万一万一有什么样突发的事 事件或是一个社区的群聚 那我们能够很快速很愉悦的去处理它 但疫情发生以来台湾防疫成果或国际肯定 民众仍可维持正常生活 传续中指出防疫成功的三大因素 专家给我们的讯息非常的好 非常的正确 那在执行面里面 我们自己CDC防疫医师这样的一个团队 跟地方卫生局的团队 把疫调做得很精准 然后第三个各个部会的合作 而近期美国纽约以及加州进行小范围抗体抽样 媒体关注台湾是否可考虑采用来找出无症状患者 大部分这些抗体的检验可以说全部了 它的误差值可能都比我们现在的一个 这样一个流行的情况还要高 所以换句话说你很难用这东西来做一个诊断使用 除非将来的流行的规模变得比较大 或者我们在假定的前提里面 是可能潜在性的流行的情况会比这个要大 那可能当来一个流行病学的探讨 陈时中强调无症状感染者必然会伴随一些有症状者 台湾本土案例少无症状并不是很多 小规模抗体抽样目前可能无助于防疫工作 但指挥中心会随时根据流行状况跟专家讨论 新台湾亚雅特电视持千里 张渝廷台湾采访报道